那接下来我要请你们点选这个档案总管 你下载下来的档案一定是放在档案总管里 对吧 这样子一个逻辑是可以联想的 好所以第一麻烦请点选下面这一个档案总管 点了档案总管之后麻烦请点这边下载左上角这个地方快速存取的下载 当然你也可以点本机的下载其实他所指的是一样 快速存取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脑你经常使用使用哪几个档案夹 好他把它射到快速存取好点选下载 你就可以发现如果你点选这个修改日期的话 应该里面有一个叫example example 这就是范例 好记得记得你可以点选解压缩字尺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用7z rar winz 反正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解压缩的软体 7z可以 rar可以 winz都可以 就点选用滑鼠右键点他 然后接下来解压缩字尺请点一下 然后他就要求请你输入输入密码 请看我们的留言 请看我们的那个应该说是message 应该是就是讨论区讨论区里面 我提供的八个数字 所有所有相关的课程 你就一定要去找到那个对应的开课的日期哦 就是你只要是我的学生他都知道这件事 你看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因为我只能够就是提供我的学员一些服务 好所以就提供给你参考 这个钱就是就是你设定的那个钱 然后再乘以分数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个 你说的这个就是彩排 那如果什么带谁 有一个什么系统使用費啊 那个都是另外的 请我们再请 有一个 OK好 他把声音关掉 好 来请输入密码 好密码请看我们的讨论区 好然后点选确定 8码哦 因为不足2码的话要记得补那个0 反正我的密码 因为密码基本的程度我是认定是8码 好点选确定 然后你这边就多了一个叫example 好就麻烦请你先完成到这边 还有请你千万不要用example 去打开这三个档案 任何一个档案 以免你会看到乱码 好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反正就是这三个档案 这是我们会需要使用到的 好